另外来看到为了尽快为北市两个果菜市场的从业人员施打疫苗 北市府直接在滨江市场内设置了疫苗接种站 方便人员就近施打 但今天开打第一天 人潮不如预期 上午只来了十多位摊伤 而在北市第一市场的万大接种站 则是人潮拥挤 现场还传出了号码牌发放混乱 有摊伤明明在第一波的造册名单当中 却被告知资格不服 白跑一趟 摊上拿着号码牌 一早跑来要打疫苗却扑空 万大疫苗接种站传出号码牌发错 不少人明明被通知 有在第一波造册名单 却没得打 现场状况一团乱 排队人龙看不到镜头 26号北市第一果菜市场 登记打疫苗的人数就有200人 但另一头北市冰江市场 施打疫苗的状况却是两样情 人潮稀稀落落 本来是为了方便市场从业人员究竟施打 疫苗接种站直接进出市场 没想到才开打第一天 早上才打完十几名摊商 距离还没打疫苗的三千多名市场从业人员还差很远 北农拼第一波造册名单 4700人优先打完 但其中承销商占大多数 实际在市场从事交易的员工都还打不到 摊商老板就抱怨造册名单乱 打疫苗速度太慢 因为他们跟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啊 因为我们也是要考来 对我觉得他们应该跟我们列为同一时期的 他们现在已经实施了 不是一起打 那能怎么办 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在名册上面没有 我们现在也昨天也跟中央争取说 让他们继续造册 然后我们再跟中央争取更多的疫苗 市场员工很无奈 只盼第二波名单尽快出炉 防毒北农群聚再扩大 记者旅行为林一星胡伟伦台北报道